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难道就不能复原了吗 也有很多瘫痪的病人 很有毅力地亲于康复训练 所以有很多人都可以逐渐康复 像正常人一样可以站起来走路 医生 你一定要帮帮我哥 我哥他毅力很坚强的 他一定可以康复的 像他这样的人是不可以瘫痪的 医生 求求你帮帮他 好了 好了 一定要帮他 对不起 他太激动了 我能理解 我一定会想尽办法的 病人马上就要被推回病房 等麻药过去以后 你们可以过去探望吧 好 来 厉力尚 这个伤势的详情能不能不要告诉凯强 好吧 请坐下 温月 不要再哭了 刚才没听大夫讲吗 说凯强是可以康复的 他是个挺有毅力的人 腿将来肯定能好 也能够像一样站起来对不对 不哭了 不哭了啊 不哭了 不哭了啊 凯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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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听到了吗 奶奶在叫你 奶奶来看你了 姑娘 凯强 凯强 睁开眼睛看看 雨晴 雨晴 我来帮你 凯强 你醒了吗 奶奶 是 是奶奶 是奶奶 奶奶 奶奶就是希望你醒过来 第一眼看见的 就是奶奶 我去告诉他们 开枪已经醒了 芸强 是不是把你吓坏了 你刚做完手术 干吗说这些啊 是啊 开枪 到底怎么回事 是不是那个何雨晴 他得罪了人 所以 把你害成这样呢 奶奶 这事不能怪雨晴 雨晴她怎么样了 雨晴很好 没受什么伤 芸芸 这个事千万不能怪雨晴 我从来都没有怪过她 可是为什么 那一伙人 半疑打得这么凶 可是她一点事都没有呢 为什么呢 奶奶 所以 这不管雨晴的事 那些人都是冲我来的 既然这样 为什么 为什么会在她家呢 奶奶 凯强刚醒 我们先别问那么多了 好吗 对 对 歇会儿 乖 乖 凯强已经醒了 他一睁眼 就说要见你 谢谢你 我 雨晴 雨晴 你没事吧 雨晴 我已经通知医院了 没有我的允许 任何闲杂人等 不许见凯强 奶奶 我想和雨晴说话 这 她是因为做错了事对不起你 另行歉疚 所以才来道歉 奶奶 我已经没事了 你就不要再追究了好吗 奶奶 凯强刚醒 你就依着她 让她跟雨晴谈谈吧 是奶奶 盖强 雨晴 你哭什么 我很好 又没屈胳膊断腿的 不行 不行我做给你看 别动别乱动啊 好了 好 你别哭了 我听你的 我听你的 不乱动 不过你也要答应我 不许再哭了 你 我 违刚什么时候来 我 他一会儿就会来 你要找他吗 我 我想跟他好好谈一谈 我想知道 究竟是谁指使那三个家伙 这么做的 一定很了解我们 所以 就把我引到你们家去了 凯强 你别说话了 多休息 我没事 我看这回钟凯强 可能是再站不起来了 最重要的是 不要让人查到我们头上 您请放心 我那几个手下很小心 没露一丝马脚 刚才跟你说的那几件事 你赶紧去办吧 是 放心吧 我的温度一定很高 因为我一向对每个人都很热情 给 谢谢 谢谢 林医生跟我说 我手术非常成功 是不是我很快就可以出院了 你不要心急 这手术才几天 你已经恢复得很好了 可这些日子以来 我怎么还觉得 我的腿像动腔了一样 一点知觉都没有呢 那是手术后的病人现象 很快就会恢复的 你知道吗 我多么急就出院 多么想下地走一走 因为我就要结婚了 就要成为新郎了 奶奶 我的主婚人 奶奶 我正和护士小姐说 我马上就要成为新郎了 是啊是啊 我的孙子啊 是个标准的美男子 美男子啊 奶奶 哪有像我这样窝窝囊囊 瘫在床上的美男子啊 瘫 我 谁说你瘫了 啊 谁说你瘫了 是你吗 是你吗 奶奶 是不是你啊 是不是你说我孙子瘫了 没有 我什么都没说 你 奶奶 你别说护士小姐了 啊 哎 凯月 我的漂亮伴娘 不是说了吗 不要天天来看哥哥 现在怎么变得这么关心我啊 是不是家里没有人跟你吵架 觉得冷清了 你放心 看在你这么关心我的份上 等我出院 一定带你去好好的玩几天 怎么样啊 你这是怎么了 干吗不进来啊 我又没得什么传染病 进来 进来啊 凯月 你不要再跟你说话了 哥 我这个傻妹妹到底怎么了 难道你还怪我 没有下床到门口去接你啊 哥 哥 你不要再逗人家开心了 我告诉你 你再也站不起来了 再也不能走路了 再也不能走路了 凯月 你在瞎说什么呀你 你在瞎说什么呀你 你刚才说什么 你说我再也不能站起来了 奶奶 奶奶 不 不是这样的 开强 你听奶奶说 你胡说什么呀 你胡说什么呀 开强 不是这样的 不是这样的 你听奶奶说 你听奶奶说 你 你的腿 是有点不舒服 可是没事的 绝对没事的 过奶奶就会好的 一定会好的 你相信奶奶 不要 我说我这两头腿 怎么像死了一样 原来是两头没用的腿 开强 那我还要他有什么用啊 开强 开强 这不要 开强 不要 不要 你 开强 松手 我已经残废了 你还管我干什么 周开强 周开强 朕清楚 你的腿一定还能治好 如果你要是用花瓶砸了它 你这辈子就残了你知道吗 出去 滚 给我滚 你们 都给我滚 都给我滚出去 哥 我不是故意的 不是故意的 好好 你们都不滚是不是 好 我一个人爬出去 开强 开强 不要 不要 妈 妈 你带我出去吧 妈 我跟开强谈谈 既然凯昌都知道 就不要瞒着他 我相信他 跟他爸爸一样有勇气 没什么大不了的 维康 你告诉医院 把客厅打开 让他们去休息 是宗先生 是宗先生 别再闹了 别闹了 小奶奶 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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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麻烦你请令院长来一下 嗯 我哥他怎么样了 怎么样 凯昌 凯昌和院长 谈完了没有啊 我去的时候门还是关着 估计可能还在房间里边谈 维康 你看你闯了多大的祸 你跟一点心理准备都没有 你叫他怎么接受这么大的打击啊 我最爱我哥了 我不是有意要伤害他的 我们不是说好了吗 先不告诉他实情 可是我实在受不了了 天天来医院 天天看着他 想尽一切办法都大家开心 不让大家伟大的伤痛难过 而且 他还真的以为再过几天 他就可以出院了 他这个样子 我看不下去 不能再骗他了 中老太太 其实我觉得 大小姐说也就说了 这么瞒下去也不是个办法 另外 在我看来 这段日子和大少爷接触 我认为他的意志很坚强 我相信 给他一些时间他可以挺过来 谢谢你 梅康 听你这么说 奶奶心里会好受心 以后 还要请你多多帮助凯强 是 奶奶以前 一直以自己孙子为荣 说起来好笑 现在 儿子 自己 残妃的孙子 老爹真是会捉弄人的 老爹 玉玉 楠楠 不哭 不哭 楠楠想問你 你已經答應了凱翔 說你要嫁給他 可是現在海峭已經變成這樣 如果 楠楠是說 如果 該將一輩子 都要坐在輪椅上 你 你還願意嫁給他嗎 我願意 就算他一輩子都坐在輪椅上 我都願意 謝謝你 玉玉 謝謝你 奶奶謝謝你 媽 怎麼樣 林院長已經把最壞的情況 都告訴了凱翔 凱翔說他現在 最想見的是玉玉小姐 快去 去 去 看球 我 有些話要跟你說 我現在已經沒有能力 照顧你們一家人了 所以我對不起你 我不能再為你幹什麼了 让我来照顾你 保护你 让一个女人来照顾我 我还是中海强吗 我娶你就是为了要给你幸福 可是连这点灵亡都不能实现 刚刚林医生跟我说病情的事 我第一个想见的就是你 因为我想告诉你 不要因为戴上了我给你的戒指 就要向我承诺什么 我们两个人之间没有任何的约束 你以为我把它当作约束吗 我是觉得我们会相守一生 我才答应了你的求婚 对我来说 你做董事长也好 坐轮椅也好 我已经是你的妻子了 我才不需要娶一个老婆 来分担我的悲剧 如果你真的不希望折磨我 不想让我坐在轮椅上 不想让我内疚不安的话 我求你忘掉我们的慧约吧 我求你忘掉我们的慧约吧 你干什么 那不是你该做的事情 那不是你该做的事情 你不要碰我 你不要碰我 不要碰我 开枪 开枪 我已经是你的妻子了 我还有什么不能为你做的 即使你一辈子都只能坐在轮椅上 我也要嫁给你 我要去照顾你的生活啊 护士 来人 开枪 来人 来人 开枪 麻烦您请她出去 让我想休息一下 开枪 出去 你给我出去 这边 你出去 开枪 玉玉 开枪 为什么芸芸会哭着出去啊 你跟她说什么啊 我一直以为你是个男子汉 但是我没想到 一点点挫折就把你击垮了 你知道吗 芸芸为了你放弃了一切 你这样把一个那么爱你的女人赶走 你不觉得这样做很过分 很自私吗 日本 着 让您从来 让我几乎到你 你食べ过逃避 我 哎呀 妈 你好歹吃两口啊 是啊奶奶 你老是这样不肯动筷子 身子会垮的 是啊 凯强变成这个样子 叫我怎么吃得下饭呢 何夏姐来了 雨晴来了 奶奶 朱先生 有事吗 奶奶 我 我有个请求 你想去看看凯强是不是 想去就去吧 凯强心情不好 你去劝劝他也好 不过 怕就怕你也跟别人一样 被他赶到门脉头 我知道 所有的护士都被他骂走了 但是 我请你们相信我 让我去照顾凯强吧 你去照顾他 我原先在医院的时候 照顾盈云和韦伯母 学习了一些护工知识 而且 后来又服侍过 服侍过钟太太 我一定能照顾好凯强的 你细心 耐心 细致 在照顾星河的时候 我们大家都看见了 不过 凯强的情况有些特殊 你去照顾他 他心里会抗拒的 我知道 但是我有信心 我一定能改变他的 你不要太高看自己 我不同意你去照顾我哥 你当自己是谁啊 凯弱 不许这么说话 这件事我做主 我答应你 待会儿我打电话到医院 告诉他们 你是我请的特别护工 专门照顾 凯强的饮食起居 谢谢你 奶奶 谢谢你信任我 那 我现在就去医院了 奶奶 你为什么答应 让他去照顾我哥呀 这件事 只有我心里最明白 玉琴不但熟悉护士工作 而且也只有他 最了解凯强 凯强心里也是最在意他的 也最怕伤害他 所以为了玉琴 凯强一定会改变自己的 滚 来 等给我出去 我不想被人照顾 我什么都不要 你走吧 我不需要照顾 你以为我是来照顾你的吗 请你看清楚 看清楚我身上挂的这块牌子 我是医院找来的特别护理 专门负责你的生活和康复训练 从今天开始 你要严格遵守 我给你制定的作息时间 现在跟我去康复训练 来 钟凯强 你是不是个男人啊 一直以来我都认为 你把男人的尊严看得很重要 我知道 这次受伤对你打击很大 但是我没想到 这个打击能把你击垮 你这样自暴自欺 你对得起谁 你知道家里人很着急 很担心你吗 做人不能这么自私啊 在我心目当中 你一直是个积极向上的人 但是你看看现在 看看你现在这个废人样 这不是我认识的钟凯强 你知道吗 我 我多希望 躺在那儿的是我 不是你钟凯强 等等 你一定要加强上肢的运动 在你的下肢 还没有恢复知觉之前 你一切的活动 都要靠上肢来支撑 你看着他 我走了 谢谢你大夫 好 我看今天行了吧 不行 你难道想让你腿部筋肉萎缩吗 再坚持一会儿吧 这样吧 我推你到外面去晒晒太阳 好 护士小姐 你好 请问我能进去见钟凯强先生吗 很抱歉 钟先生交代过 他不见客 但是这个花 我可以帮你转交给他 请问您贵姓 明明 何小姐 你来了 钟先生一直在等你 都问了好几遍了 你怎么还不来呢 芸芸 你听我解释 芸芸 芸芸 谁买的花 你给我的 嗯 好香啊 这是芸芸送给你的 你马上给芸芸打个电话 告诉她 刚才是护士小姐搞错了 你没有说过你不想见她 芸芸 芸芸 我是真的不想见她 凯强 我希望你不要误会 我来护理你 是希望你早日康复 但是我不希望 因为我来 影响你跟芸芸的感情 芸芸芸 你们俩已经有婚约了 我希望你早日康复 能够早日娶芸芸 这不关你的事 我不会娶她 凯强 麻烦你把这个支票交给芸芸 想了想去也想不出办法 又不能交给葵康 还是麻烦你带我转交吧 你的这笔钱算什么 算是对她的歉意吗 算是芸芸的另一条生路 我希望她离开我这个废人 希望她能重新找到幸福 即使芸芸现在离开你了 我相信你们还是会在一起的 凯强 在这个问题上 我比你更了解你 一直以来 你都认为 自己对芸芸的感情 只是一种怜悯 你的内心 其实一直在爱着她 因为只有发自内心的爱 你才会那么地在乎她 你才会担心 她无法得到幸福 你知道吗 像你这么值得人爱的男人 哪怕你坐在轮椅上 芸芸她也不会嫌弃你的 不管你对芸芸做了什么样的安排 我相信她都不会接受的 更不会离开你 也许你说的有道理 但是目前我也只能这么做 你应该知道 前不久芸芸刚扔下了拐杖 她说过她最厌烦的就是拐杖 她一直希望能像一个正常人一样走路 现在她康复了 我总能又把一个又大又沉的拐杖 重新塞到她手里呢 要是那样的话 我们两个人的将来 也只能是一场噩梦 你真的决定这么做了 芸芸曾经说过 她很想去法国学习服装设计 我希望这笔钱 能够帮助她实现愿望 奇怪 你是她的未婚妻 可是她把你拒于病房之外 反而让那个何雨晴陪着 我看她呀 根本就是忘不了那个叶总会小姐 像这种女人 行了 你别再说了 你根本就不了解何雨晴 这种女人我见得多了 全是一路货 简妃 我们谈点别的吧 芸芸 你就是太善良了 人家把你的未婚夫都抢了 你还帮着她说话 我只是一直都想不明白 是谁那么恨凯强 把她骗到雨晴家 对她下那么重的手 这很简单 不就是为了女人争风吃醋吧 你别瞎说了 连寻补房都说了 这事是冲着凯强去的 所以 他们要排查所有跟钟家有仇的人 查到了吗 钟老太太跟钟先生 已经和寻补房说了 这一次 他们绝对不会放过凶手的 啊 芸芸 芸芸 我还有事我先走了 你们先聊 芸芸 今天在医院我叫你 你怎么不回答就走了呢 芸芸芸 芸芸 芸芸 这个是他让我转交给你的 这是干什么 凯强的意思是 你不是要去法国学服装设计吗 他希望你用上这笔钱 他是怕我缠着他 想赶我走吗 你别误会 凯强是怕自己会终身残疾 拖累你 他希望你生活得很快乐 芸芸 凯强能这么做 说明他很爱你 我不知道 我只知道我看到的事实是 连我想去见他他都会拒绝 雨晴 你知道吗 我每天都会去医院 在凯强的病房外面徘徊 我多想进去 但是我没有勇气 现在 他又让我离开他出国去 雨晴 我真的想不明白 这究竟是体谅我 还是他根本就没有爱过我 想趁这个机会摆脱我 芸芸 不过有一点 这几天我看得很清楚 你才是凯强最需要的人 这 competitor 如何 那么不知 舒服吗 来 再看 来 怎么样啊 对了 等一下 我还要再练一会儿 凯强 康复训练那么多天 你的感觉有没有好一点 练了这么些日子 一点变化都没看到 动不了的地方还是动不了 没感觉的部位还是没感觉 我都不知道再这么下去 会不会有效果 对了 我说雨晴 凯强 你有没有发现 这些日子以来 我的精神好多了吗 是吗 凯强 你要有毅力 更要有耐心和信心 就算吃很多苦 你也要坚持下去 我对你有信心 你的腿一定能好起来的 你放心吧 我一定听你的安排 好好坚持下去的 你在这儿晒晃太阳 我去病房打点开水来 好 怎么了 来 把墨镜带起来 这样就行了 中少爷 你好福气啊 好福气 我刚才在那边 看了你们很久 你看到了 雨晴是一个好护士 也是一个合格的抗扶士 所以我说你好福气 你也非常享受他对你的服饰 你这是什么话 一会儿说我福气 一会儿又说我享受 你是在嘲笑我吗 嘲笑我是一个站不起来的人 是吧 对不起 我不是这个意思 那你什么意思 欺负病人算什么好汉 我告诉你 韦康 如果我还能像以前一样 站起来的话 交出你刚才那句话 我真想跟你再打一架 我倒是真希望你站起来 和我打上一架 你是不是认为 我在利用生病的机会 接近雨晴 还是你心疼他 怕他太累 你不会是他妒忌我吧 我没那么无聊 也没那么小心眼 那你是为了什么 为了韦云 怎么了 没话说了 你不觉得 你对我妹妹太过分了吗 非要让她离开你 甚至不让她来看你 她都不知道来过多少次了 都被你拒之门外 你有没有考虑过 她的感受 我想提醒你 云云现在是你的未婚妻 你们之间是有婚约的 正因为有婚约 所以我要承担这份责任 定下婚约 是为了给双方幸福 可我现在这样 怎么给她带来幸福 我只能让她更加痛苦吗 我要想让云云自由 她也只有离开我 才可以获得自由 你的意思是说 你不和云云见面 是为了她好事吗 卫客 云云受的苦实在太多了 我不希望我的这份痛苦 强降在她身上 我现在就非常清楚地 告诉你云云的状况 每天到时候一醒来就开始哭 一直哭到晚上再睡觉的时候 卫客 你帮我劝一劝云云 你告诉她长头不如短头 要说你自己说去吧 我只看到 你让雨晴留在你身边照顾你 那是因为雨晴只是一个普通朋友 你也了解雨晴的性格 她会产生负罪感 她一直认为在她家处的事 所以她要负起这个责任 所以我让她来照顾我 她心情也许会好一些 卫客 我想你保证 如果要照一日 我还能站起来的话 我还是会娶云云的 但是现在看来 这个希望非常的灭亡 也许能陪在我身边的 也只有这个轮椅了 我告诉你 钟凯强 我妹妹根本就不在乎你现在的样子 哪怕你这辈子都是这样 她也不在乎 你知道我妹妹有多爱你们 钟凯强 我知道 可是我实在不忍心在拖累她 她应该去找一个好男人 至少应该是一个健康的男人 让她去享受生命中的幸福 她失去的实在是太多太多了 钟凯强啊 钟凯强 你还是不明白 我妹妹什么都能失去 唯独不能失去你 那你呢 你不是也离不开雨晴 现在去选择了凯弱吗 魏康 我们都知道 李子不能只依赖感情而活着 对吗 麻烦你帮我安排一下 安排云云去国外 学习一段时间 好好地休息休息 也许 她能够找到一个更爱她 更适合她的男人 更适合她的男人 是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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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轮到我窘 是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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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漸漸地會伸出我心盼 是誰在敲到黑窗 是誰在撩動青雪 是一種那歡樂的雨 慢慢地浮現在我的腦海 那緩緩飄落的笑語 不停地打開我窗 只有那沉默無語的我 不是地迴向過去 是誰在敲到火窗 是誰在撩動青雪 請一種那歡樂的情景 慢慢地浮現在我的腦海